特別主要邏輯函數 除了說你可以下條件可以從這邊下之外 清除的話特別主要 你不能直接從這邊清除它的格式 你要清除從這邊沒辦法清除 如果你要把剛剛格式化的條件清除掉的話 記得你要從哪邊呢 從這邊新增 那你要記得從這邊清除 它才有辦法把那個顏色給去掉 否則的話你要怎麼清就清不掉 記得要清除 那除了說可以用剛剛的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新增規則 除了說可以從什麼呢 只包含這個下列的詞等於等於合格不合格之外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使用公司來決定 要不要格式化哪一些儲存格 如果你用這個來做的話 這個其實彈性會比較大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以這邊當成是 我判斷條件的依據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這邊當這邊的成績 如果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我就格式化 不過特別說 這邊可能會稍微比較麻 比較困難一些些 但是它的彈性比較大 也就是說它可以不要是自己本身的那個資料 可以是從別的欄位取得你要判斷的那個依據 那只是說它下的公式 可能稍微比較麻煩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格式化必須什麼 你就要跟它講說當什麼呢 當的話就先等於那個 等於打一個等號 當什麼呢 當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你跟它講說 當這個12這個儲存格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你就幫我把它怎麼樣呢 格式化成什麼呢 格式化成一個這個綠色的 是OK 按確定 也就是這邊使用公式來決定 然後呢 你這邊可以當這個儲存格 那你講說 這邊這麼多儲存格 那為什麼只要一個12 特別說這個12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你要判斷的第一個儲存格位置 那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按照你現在選舉範圍 假設有這麼多格 它會自動幫你往下 也就是自動幫你往下去找其他的儲存格 如果你選了有6格 它就會跑6次 也就是這個是第一個 它跑6次 所以跑到這邊停下來 OK 它邏輯大概是這樣 所以特別注意 是前面這個等於 把它結成 當這個儲存格 它是大於等於80的時候 那就幫我把我選舉的範圍的格式 改成綠色的 如果不是就不要格式 所以你會按大於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結果不一樣 按確定 結果也一樣 而且更有彈性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困難 可是你如果習慣的話 這裡面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紅色的話怎麼辦呢 一樣 再新增一個規則 一樣使用公式來決定 一樣 當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 第一個儲存格是12儲存格 如果它是小於 小於60的話 那就幫我把格式變成紅色的字 OK 然後呢 所以其實用這個也可以 用這個也可以 只是用這個 它的彈性會比較大 因為以後呢 你的那個工作 裡面很多地方 用上面這幾個都不行 只有用這個可以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彈性的 但我是覺得有點不太好理解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小於60就幫我格式化 我選舉的範圍 有沒有 這邊就格式化 所以其實結果應該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我們用的新增規則的位置是這一個 OK 特別之類 應該還記得 當 再打一個等於 如果是 這個是什麼 當開頭的那個儲存格 12 如果是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設定為綠色 當它小於這個60的話 變成紅色 然後按確定就OK了 好 這個是 再衍生用那個設定格式化 所以設定格式化的條件 非常好用 你可以很快的把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快速做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 剛剛講的邏輯不是合格不合格 兩重而已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BCD 可是ABCD的話怎麼做 OK一樣嘛 插入函數 那我們一樣用什麼 用邏輯裡面一幅 一幅什麼呢 一幅這個儲存格 如果剛剛是大於等於60 不過現在呢 我先從上到下 大於等於80 那應該是什麼 如果它大於等於80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應該是A 可是為False的話呢 那就有可能是B 有可能是C 有可能是D 因為它小於80分的話 BCD都有可能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一幅裡面其實還可以再放一幅 也就是說 你可以先 有點像撥洋蔥 你先撥第一層之後 再撥第二層 再撥第三層 一層一層的 它可以很多的邏輯 有點像巢狀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 特別是說 我先抓A之後 在這個False BCD 如果還有三個 沒關係 你優標放這邊之後 請你再到插入函數的地方有沒有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再插入一個 衣服在這裡 不過我如果新版 其實從這邊插入函數 它可以放到 但舊版不行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什麼 第二次插入函數的話 第一次從這邊 插入衣服 如果第二次以後的話 第二次以後的話 請你從這邊 插入 它會幫你把這個函數放到這裡來 然後你只要在什麼 設定第二次 第三次 大概三次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 最重要 優標放這邊 然後再插入第二次的邏輯判斷 你會發現 它會幫我把這個 第二個衣服放進來 那邏輯的話 一樣 這個成績 如果等 大於等於70分的話 因為 那個80分以上已經被A用掉了 所以剩下來就是80分以下 所以它就是 80分以下到70分 那應該為初的話 應該就是B嘛 那剩下來就是C跟D 一樣 那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喔 這樣子 其實公式 完成就是長這樣了 你按個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A B C D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如果你的功力夠的話 其實你可以完全不用插入環數 你從頭打到尾 一幅 這個 然後再一幅 再這一個 再一幅再這一個 不過前提的話 可能很容易做錯就刮鬍的數量 前刮鬍有三個後面有三個後刮鬍 少一個刮鬍都不行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A B C D的 這個邏輯判斷 那也許做完之後 你也許還可以再把設定格設到條件 把A B C D設成不同的顏色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